1年7日的书展早上在湾仔会展开幕 由书商主打本土情怀 书展早上10点开幕前 已经有过8个市民排队等候 开场之后书迷都心急入场选心头号 部分人还拖着行李行 选关于我的生活的知识 或者健康知识那些书来看看 有应届文憑试考生获专上学卷取录 放下心头大石之后 都来书展行书买旅游书 因为自己都想试试一个人去旅游 而去看书参与一下 今年不少出版商主打本土情怀 出版上世纪40年代的教科书 亦都有书商推出香港流行乐坛的书籍 由因应港队足球热潮 出版香港足球历史的书 九龙城寨和黎苑都已经消失 这本书教你如何将历史砌出来 出版商说近年有关香港本土的书籍 销能增加 希望销售可以增加5% 微补开支 因为今年各个长租都多了3% 另外最低工资的影响 其实都会令到我们在招聘一些兼职的时候 在人工上需要调整 在这个用新疆作为主题的书当 有出版商就说 简体字的书本身就比较便宜 再加上这里的书用人民币作为标价 而市民只需要用港元来给这本书的标价 这样就可以了 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无线烈士记者闪志报道